雪堡頂的北側 就是著名的世界自然遺產地 黃龍 這是世界級的蓋華景觀 從空中俯瞰 長達一千三百米的天然蓋華灘 像極了神話中的金色長龍 黃龍之名名副其實 蓋華是富含碳酸氢鈣的地下水 流出蒸發或溫度升高 其中的二氧化碳大量溢出 導致碳酸鈣過飽和沉積而成 在黃龍五千多個鈣華池 宛如一片片露天的溶洞 從黃龍向北一百公里 有一個山溝聞名全國 九寨溝 九寨溝 因坐落在溝內的九個藏族村寨而得名 三條主溝 單程全長四十九公里 在這裡 從色彩繽紛到銀莊素果 常常只需轉瞬之間 長達五公里 全靠溶雪和降雨補給的長海 又被藏民稱為永遠裝不滿 永遠露不甘的寶葫蘆 九寨溝最小的海子 五彩池 因為水中生長的水棉 輪藻和小蕨所含的葉綠素 顏色深淺不同 隨著季節、光線和觀看角度的變化 會呈現出不同的色調與水韵 碳酸鈣還會附著包裹在樹木上 形成白色的鈣化殼 讓樹木多年不負 人們常說 九寨歸來不看水 水正是九寨溝的靈魂 橫斷山近乎於南北的走向 不僅是印度洋暖濕氣流北上的通道 還把東邊的太平洋水器 潔流於此 為山谷中一百多個高山湖泊 提供了豐沛的水源 在泥山西側 一條條溪流 汇集成了長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 泥山湖泊 只要跟隨泥山一路南下 沖出龍門山就是成都平原 兩千兩百多年前 由太守禮兵領銜建造的水利工程 都江燕就坐落於明江的出山口處 在都江燕建成之前 沖出山口的江水被玉壘山 阻擋在了成都平原的西側 導致平原東西兩側 旱落兩重天 工程的第一個難關 就是如何鑿穿玉壘山 他們用火燒水坡的方法 讓岩石一點點爆裂 最終挖開玉壘山 把明江引入平原東側 去灌溉那片干涸的土地 矗立江心的人造堤壘 分水與嘴 是他們的另一項巧妙設計 由人工反覆舒峻變身的內疆 穿過寶坪口成為灌溉的主力 原來的河道 則承擔起遜漆排洪的功能 今天 人們還在紀念 建造都江燕的禮兵父子 向他們殷勢力道 因地制宜的功績致盡 正是有了這座年代最久 並一直在使用的 以無霸飲水為特征的水利工程 成都平原才被開發成了 水漢從人不知激進的天府之國 成都不知激進去